上节说到在宝定的满城县 专家们发现了一座令人惊叹的大墓 专家们尝试着通过墓室当中出土的文物 来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很快他们就得到了一个有用的线索 原来古墓里出土了不少的铜器 而这其中啊 有很多都刻着中山内府的字样 专家敏锐地察觉到 这些东西应该都处于一个叫做中山国的王府当中 这么看来这个墓主人很有可能就是一代中山国的诸侯王了 究竟是哪一个呢 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呀 紧接着一个判断年代的重要线索就出现了 那就是这些个古钱币 专家根据钱币的形式做出了判断 这应当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古朱田 第二专家认定 保定满城县的这个中山国应该就是西汉的中山国 而墓主人就是西汉东山国的一位诸侯王 可是 南提接着又来了 史书当中记载 西汉东山国的诸侯王一共有十位呀 那么墓主人又究竟是哪一位呢 就在大家都 八字算命书 雅城八字命名 至今已生成八字推荐的一门章谷书 赞巴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名 二十一年的造成 战场八字算命书 丁家风水 临族法序 道长微信 二零八八二十八八 潮湖头绪的时候 有一位潮湖专家发现了一个 所有人都忽略了的小细节 原来 在出土的同期当中 不仅刻了中山内土 还刻有了具体的年份 有三十二年 三十六年 最晚的是三十六年 而查阅史书之后 专家们惊喜地发现 中山国十位富国王中 第一任中山王刘胜的代位时间最长 四十多年 而其他的都只有十来年 如此算来 这牧主人 那只有可能是汉景帝 刘启之子 中山镜王刘胜 虽然说基本确定了牧主人的身份 但是令考古专家们感到奇怪的是 整个牧室里面 找不到刘胜的尸体 你来看 这是牧室的右侧 墙边有一张床 离地面只有一两寸高 这应该就是摆放刘胜尸害的地方 可是上面只有一件衣服 走近细看 衣服上全是厚厚的污泥 看上去似乎都已经煮烂了 可没想到 等专家们清理干净之后 这件衣服竟然变得十分的通透 大家这才意识到 感情这件衣服 竟然全都是由玉片连起来的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有一位专家 叫了出个声音 难道是他 所以一定一站 他说出什么东西啊 这么神秘 那咱们近距离观察一下 这件宝物 这件衣衣长1.88米 共有玉片2498片 金丝约1100克 共有头部 上衣 裤筒 手套和鞋 五大部分组成 据说这件衣裳 西式珍宝 当年想要运出墓穴的时候 由于他存放的年代太过久远 都没人敢动他 为什么 怕玉片散落了 散了架了 那就不成一个东西了 最后伤了半天 专家们下出了一个完美的方案 有五名战士 承担这项任务 他们用铁丝 从玉衣的下边穿过 每隔两公分左右 就穿一根 五个人同时进行 等全部穿完 那已经过去到那样了 这才将玉衣啊 整个拖起来 随后慢慢的将玉衣抬起 放入事先 这最好的木箱当中 轻轻的抬出动口 装了汽车 这才运到了现在的 好